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子殿下帝大人启程 接八万帝家军英魂回京 我曾无数次设想 若你我还能回到从前 当安乐成为弟子园之时 你我之间就回不到过去了 您心里明明是记挂着安乐姐的 都淋湿了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好如初呢 布置得这么舒适的马车 又是暖炉又是毛毯 殿下 这不是为我准备的吧 快变天了 他们应该会需要 算了 莫大人心细如发 准备的也该比我周全 殿下让我来 是为了能给安乐姐送东西吧 八万英魂荣归京城 紫园 今后你有何打算 此官 回庆南 可你看着韩世天下 腐败不堪民不了少 你就真的放心把天下交给韩家 相爷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动手吧 剩得夜长梦多 向罗在西北城值得地家旧部 纷纷收到传绣 说蒂大人 早已没花内卫的刺杀 看来这刺杀的罪风之意 在于山洞利用地家救命 看来 蒂小姐想要回境南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她身为地家的后卫人 她本就不该回去 原来真的是左相 我们和古云年彼此算计的时候 倒是成了他眼里的讨劳和缠 你到底因何缘故当结杀了左相 难道连我你都不愿说吗 生在皇家有诸多无奈 万事并非尽力 便能入院 封间还传闻 说太子手刃左相 与地家有关 我听说 朝堂之上 想要弹劾太子的人 并不在少数 背后一定有人在怂恿 或许死人 才是藏身暗处 借左相花里的言堂 今晚谁不喝 谁就是小狗 舍命 裴君子 干 干 来 等我回到静南 便是长寺花开的季节 到时候开满遍野的长寺花 可比殿下那日送的花灯 要大手比多了 紫月 等静南的长寺花开了 你会写信告诉我吗 着火啦 着火啦 四方管走水 未能及时救出墨双公主 北青想要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墨双公主的死 就是发动战争最好的借口 站住 京城来信 发生何事 要打仗了 太子寒叶将亲自挂帅 出征西北 猜到了 此次一战 我既是卫国 也是卫家 大惊是你的故土 为何要背叛家国 将军 大惊太子寒叶 已经抵达军县城 弟子园也将在不日 抵达西北 这青南城 本就地势险峻 一手难攻 眼下 弟子园的静南军 作为先锋逼迹 一定不能让弟子园 到达军县 把边境 是 不好 是吊虎离山 此一战 我将身先士族 以身为耳 因背情军入梦 放马过来 青南城身手 安宁将军 战死 若明夕 你简直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 我大惊的元君 竟成了你的心死之物 出死若明夕 告为安宁将军 在天之灵 出死若明夕 太子殿下 眼下这是佑人之情 如果现在杀了洛明夕 那谁来作证后方出谋划策 给洛明夕一次机会 让她将功补过 什么样的功劳 可以挽回安宁的死 你该清楚她 犯下了何等大错 眼下请示 斩杀洛明夕 才能镇住军县 我绝对不会让韩爷 杀了你的 我知道洛明夕 违逆军令 施为死罪 我会用自己的命 换回青南城 也请你让洛明夕 罗明夕 你为了帝家 为紫园 可以臣服朝堂十年之久 步步为影成算在心 你怎会轻易中心 你轻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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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条苟原三船的命 死不作息 为安宁报仇 平息重怒 请殿下赐我一死 这次 我也保不了你了 当时我一路拼杀之子 可是直到最后一刻 我都没能替安宁复仇 我要集结帝家军 我要反攻北秦 杀了冷北 给安宁报仇 第三次来到这秦南城 是来跟你告别 这余生 我都不想再踏进 这座山周围一步 各位帝家军的将士们 这片疆土 是由我们的先辈和同袍 拼死守护下来的 让我们一起夺回 被北京侵占的大晋城池 还大晋子民一个安平盛世 也好真正能告慰这些将士 在天之灵 夺回城池 我要让冷北知道 帝家军在清南城等他 既然弟子人自己选择了 是 那我便成全 让他死无权势 太子 安宁在此恭候诸位多时 殿下以自身性命 将我等困在这清南山顶 弟子人一条性命 等着您如此 今日我若是死在清南山 即便你们杀了子人 对于陛下而言又有何用 既然杀不了弟子人 那就杀一个大晋太子 也不枉此行 眼下住手在这清南山的 只是我韩爷的部下 但今日 仅凭我的兵力 就已足够为安宁复仇 太子殿下坐镇清南山山顶 指挥全军 血性引我来此 也在他计划之内 我是韩家的太子 韩家的错我来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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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这些伏兵 原本是为弟子园准备的 不是子园遭守这些 别哭了 别哭了 我弟子园 甘愿俯首称臣 我弟家 从来就不曾给予那个位置 千算万算 毒毒没有算到 你会如此 自私多疑 以致君臣相继 你回去看看 那种墨绿铁剑 答案 自在剑中 原来当年我看到的圣旨 不是用来费力过去 还是先听 要保我皇位呢 秦南山音一直后 我才知道 我是这样的安心 楚雀卫帝家翻案 我还想能与你在一起 可是韩爷 原来你 原来你 从来都未曾想过 在活着与我相见 紫园 佛双公主 麻烦你答应我一件事 好 请你不要把我活着的事情 传过去 你 从今以后 他若留在京城 我与他便是君臣 他若不留 我与他便是君 所以明明是生灵 他却要当作是死别 我这双眼 也不能做大清主君 以前的事 过去就过去吧 他的眼睛 智不智得好 就看一味药营有没有 盛开的长丝花 这花 定会开吧 我栽种此花的本物 就是希望紫园开心 如果它 能让韩爷的眼睛 重见光明 我相信紫园会更开心 这花却却是天忆 也是这花最好的归宿 Thinking 问你 趣 订阅 您